我们喜欢吃的火锅竟然是和珅推广开来的 我们爱看的《红楼梦》竟然是和珅抢救的 贪官何大人究竟有多少隐藏的技能 和珅年幼的时候父母双亡 起点可以说低到了尘埃里 19岁承袭三等轻车都尉 从这个三品的爵位进入仕途 三年之后成为三等侍卫 25岁总管前轻公仪仗队 1776年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幼侍郎 三月成为军级大臣 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皇帝的大管家 这升迁的速度简直是坐着火箭上来的 你说这和珅到底有怎样的魅力 能让乾隆这么宠爱他 就凭他长得帅 你别说和珅的确是个俊男 英国史臣马盖尔尼在乾隆英史禁剑记当中记载 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 举举潇洒谈笑风生 可见和珅并不是传说当中的小人嘴脸 而是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名副其实的满洲第一俊男 但是没有实力的帅那叫花瓶 有实力的帅才是锦上添花 和珅当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清朝的时候 户部银两收归国库 皇家的开支由内务府支撑 但是内务府创收能力有限啊 这个时候和珅出现了 他担任内务府总管不到一年就扭亏为盈 乾隆初年 户部银库存银为三千万两 到了乾隆末年达到了六千到七千万 乾隆六下江南 花的钱不是国库的 那是哪来的呢 全靠和珅想办法 他合法化了义罪银 同现存的密技党统计 在短短十三年中 重大的义罪银案件就有六十八件 平均每年五件 罚义罪银少则万两 通常三万两上下 鉴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 而且有的官员为了讨好皇帝 故意说自己犯了罪 找一些诸如办案较慢 写了错字这种小错误 再故意表示深刻反省 要缴纳巨额义罪银 以求皇帝宽恕 乾隆六下江南 一去四五个月 随驾官兵三千余 船只五百余 马匹六千余 再加上丫鬟侍从 总计万人 这下来银子花花的往外流啊 但是和珅把难题全部解决了 既没有花自己的钱 又安排的细致周到 乾隆自然越来越依赖和珅 乾隆六十年 发布一旨要善位于嘉庆 和珅负责善位大典 乾隆自诩为实权老人 退位一世 自然也想实权实美 这是个苦差啊 完全没有经验可循 那和珅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他组织了一大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和皇帝一起举行酒宴 不仅烘托出尊重老人的气氛 更展现了百姓安居乐业 健康长寿的景象 清朝提倡养老尊贤 八孝出体 这不是在给皇帝笼络民心吗 千首宴之前也举办过 但是菜上来很快就凉了 你想啊 老人们身体弱 吃了凉的都不舒服啊 这次和珅推广了原本元朝的火锅 那吃的叫一个热气腾腾 宾煮尽欢 这个创意让乾隆赞不绝口 百姓也都拍手叫好 和珅也算得上最早的火锅传播大使了 所以难怪和珅能在乾隆朝屹立不倒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现在一提起和珅就说他是大贪官 事实上他也做过一些实事 比如说他参与主编四库全书 大清一统治等大行丛书 还有红楼梦当时叫做石头记 是禁书 也是在和珅的努力下 这本书才得以堪行天下 风靡全国 此外和珅齐家也很有一套 七贤子孝兄弟相守 九个妻妾相处和睦 冯氏早年下嫁和珅 中年丧子之后一病不起 和珅重荆求医 七夕之夜更是摆着香烛长跪一夜 祈求上天保佑冯氏平安 冯氏去世 和珅非常伤心 做了很多诗来纪念他 他和弟弟和林两人 一个学文一个学武 互相帮助相互提携 和林早逝之后 他言不成声 泪随比落 兄弟情深 堪为表率 让人唏嘘的是 郑氏和爷氏都在骂和珅的贪婪和谄媚 但是他的弟弟和父亲都为人忠正平和 做官亲政怜悯 这样八面玲珑善于经营的和珅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1799年 乾隆刚去世 嘉庆就派人查抄了和珅的家 下令林池处死 林池就是我们常说的千刀万挂 要把身上的皮肉一刀一刀割下来 最后一刀才能将罪犯刺死 如果提前死了 就算行刑失败 这么痛苦 和珅怎么可能受得了 乾隆生前给和珅留过一封密照 和珅觉得肯定是免死金牌 这时候拿出来一看 上面只有三个字 刘全师 和珅绝望了 以一条白铃悬梁自尽 49岁的世界首富和珅 在新年的鞭炮还在绕梁 喜庆的气氛还未消散的时候 凄惨的结束了一生 或许唯一能够让他安慰的是 他死后 三夫人吴清莲和四夫人窦寇 相继自杀 为其陪葬 我是陈坤 关注我 我们一起聊历史 品文化